我们要从第一场开始 对 就是第一场开始 我们是 今天是第一课 给大家讲了第一课 讲那个 美心之1% 回报的培训课程 今天是第一课 琳达 我今天特别荣幸能参加谭教授的第一课 谢谢 成为谭教授的学生 我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你 我们现在就开始 因为 我跟你讲啊 最近的时间呢 比较火爆的就是 当老的这个 对吧 就是 罗沙什么海市 罗沙海市 大家都在谈 当然是非常有功利的 有本事的 但是呢 被封上 对吧 十年 然后现在呢 现在是在全球开始火爆 特别是在中国人里面 他说点子率有170个亿的点子率 流量已经是整汉了 但在这个之前呢 拉音啊 还有什么王峰啊 以大陆这些名人啊 就把它封上 其实老百姓还是有会有 对吧 有这个眼光的 所以呢 我也很喜欢道南 对啊 大家都喜欢道南 因为他比较接地气 对吧 比较实在 因为我呢 其实 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但是呢 不是一个追星族 是吧 所以 但是呢 我最近一两天呢 我研究了他这个 研究了这个 这个 刀囊现象 对我来讲 是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呢 我今天给 今天给讲这个 过来 不是 就是说 为什么讲刀囊这个事情呢 我就是说 我这个事情呢 也会 产生一种现象 原先 就是 有一本书 叫唐玉震现象 为什么叫现象呢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这个 这个百分之一回报啊 它是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 具有巨大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吸引力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是给你讲 这个 我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以后也会像刀囊一样 轰动 我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想 财富 我就是跟大家讲 财富是怎么样 这个产生的 所以呢 我 现在就开始讲了 就是第一次呢 我呢是国家教委 派到美国 87年 做访问学者 对吧 到国外来是学习 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吧 因为 国内当时 在 87年的时候 还是 刚改革开放不久 对吧 我们是第一批 就是 七八 七七七八 就考上大学的 大学一毕业以后 国内就是要派 这个 一些 英语好的 就是 有科研能力的 到国外来学习 先进的技术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对吧 派到美国 我还无助力大学 作为防御学生 对吧 那是 那是 那个整个学学里面 一个人 一个大学里面 只一年只去一两个人 不像北大清华 或者是 你们南开 还有是 那些 这个复旦 这些 去了人 多 我们的一个大学里面 就是一两个名额 对吧 这个是 我是 是那个情况下 出来的人 因为我们当时是 几千上万的人 只有一个人 可以上大学 对 然后 顶别工的顶尖 对 几百个人 上千个人 里面 一个人去国 我就是那种情况下 出来的 出来以后 我就 又回去了 回到中国去 就是 防疫了一年以后 我又回中国了 然后呢 在 因为国内的条件 毕竟还是 当时还是很差的 所以就觉得 自治学的东西 也用不上 除了 除非是从政啊 搞什么种种 所以我当时就 决定就是 再次去国 所以我90年来 就 到了加拿大 这个华里路大学 花铁路大学 对 学习生物 这个 一来的时候呢 我就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读了两年生物 发表了两篇论文 那已经是 在 国外查词里面 两篇论文 不错了 对吧 如果回去 也还是算有本钱的 然后 我就 没回去 没回去以后呢 我就在 多伦多的儿童 就多伦多 首先在 多伦多的总医院 就通常说 general house 学习工作 后来我就 嫌那个工作 太辛苦 然后呢 工资不高 我半年以后 我就发现 我这个 这个经验能力啊 应该 这个工资要高一点 我就 我老婆 倒是在那个 这个 就是在多伦多的医院里面 有很多工作职位 有很多教授在搞研究 叫生物医学研究 我就 每天就发了个简历啊 当时是靠简历 不认识人了 也没办法去介绍 然后呢 就找到 多伦多 两个最好的单位 一个呢 是多伦多医院 就是两个犹太人 这个老板 嗯 还有一个呢 是另外一个 就是军民研究 这个老人肢带病的 那个医权 Dimension 对 就是 Parkinson disease 就是那个 就是 Par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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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实验师 让我选 有一个呢 是搞 Parkinson disease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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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权基因的 嗯 还有一个呢 是 就是控制怎么样 这个 Parkinson 后来这个 基因被 这个 禁定出来了 对吧 这一份是搞出来了 就 那个 那个老板 对我也有兴趣 后来呢 我就走到儿童医院呢 这个老板 就专门研究 这种儿童 一种特殊的病 还是白人的病 就 C-stifibrosis 就是 就是 就是那种啊 就是 就是 那种病的人呢 年龄不会 超过20岁 或者30岁 哦 知道了 这种病 就是 它 比较早摔 对对 一下就 人就 就会死掉 它的 生命周期 在儿童医院呢 就把这个 医权基因 就搞出来了 嗯 我呢 就是 专门做这个 基因的 蛋白质 嗯 制备 作为 结构研究的 就是说 因为里面 这个医权基因里面 缺了一个 蛋白质 缺了一个 氨质酸 嗯 所以就 发现了 这个 我们就在 做这个 这个蛋白质研究 那是很高 很 他们是 这个 这个发明 这个基因的 教授呢 得到了 英国皇家 这个 科学 这个 都正讲了一种 本来也像 德罗伯尔讲 这个 嗯 那我就在这样一个 实验室里面 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那 非常有钱 对吧 国家 经费啊 都是非常充足的 嗯 这个里面呢 都是 非常有经验的 刚才讲了 然后呢 我一去的时候呢 我的工资就翻了 涨了50% 对吧 嗯 开始就 年轻还算可以的 因为当时在92年的时候 有4万的年薪呢 是算不错的 嗯 加币 当时啊 现在已经20年 过去几万块钱 不算什么钱了 所以我比较好 稳定的工作 但是有工作以后呢 刚才讲了 这个 就在这里上班的人呢 都有一个 退休金的取备 对吧 政府 给你 这个 免税 就是你放了多少钱 有一定的额度 就是你赚了多少钱 20%的钱 或者多少钱 可以放到这个 退休金里面 嗯 然后呢 政府不收你这个钱的 税收 税收 我那个时候 30岁 我们大陆来的人都很 那个时候都很穷啊 都没有钱 又没有 没有说 几十万 几百万 或者是账上有 取备的 没钱 大家来的时候 都是穷的 从学生 从学者 嗯 所以呢 当时要几千块钱 一年赚了 几万块钱 几千块钱 作为 退休金呢 来讲呢 也是 啊 也是不情愿的事情 因为 本来就缺钱用 还等到什么 30年以后 是怎么 事情 搞不清楚 对吧 嗯 后来呢 就是把这个钱 放在里面去 那个 开个账户 那个银行那些 搞 财富管理的 就是 理财顾问 嗯 他说 这个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 就是你钱少 这时候可以持续来的 啊 并不是说 一定要等到65岁以后 我说 那就好啊 那就试试 试了以后呢 我说投资吧 因为我们学者啊 就 就工资本来就少 害怕 投资亏损 对吧 嗯 害怕风险 嗯 那个 顾问就跟我们说 他说 投资呢 有风险低的 有风险高的 对吧 嗯 那我说 那我就要风险低的 因为怎么呢 我怕亏嘛 因为 我们当时 因为没有 投资的概念 对吧 不论也没有 怎么投资这些事情 对 90年代刚出的时候 还没有 股市还刚开疆 我说 那就买了一个 债券吧 就 没有什么风险的 但是政府 这个债券 肯定是没有风险的 后来我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不动 啊 一个礼拜 涨到0.01 回去是多少 没什么动 我看到另外一个股销资金呢 就波动就比较大 一天呢 至少有百分之一的 波动浮动 涨了 又掉 涨了又掉 掉了又涨了 我说 这 这怎么行呢 啊 我说 涨了 我就把它卖掉 掉了 我就买进去 当时买了个后费基金嘛 就是银行里那个 提供的基金是low low的 就不需要用金的 就是等于免费交易 交易为手术费 那银行只收了一个管理费啊 一天百分之二 一般左右 然后我就这么 一天 做一次 涨了 卖掉 掉了 就是买进去 低买 低买到卖 对 然后我就这么 赚取一些差额的利润 对 然后这一下子 做下来一年 有30%以上的回报 这回报率也很高了 非常高了 一般的人讲的话 第一 人们的普遍观念 就是投资是有风险的 是 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 投资能赚钱 就是有30%的回报 这是不可思议的 对 对吧 所以大家都 因为有风险 大家都不愿意投资 第二呢 没有明确的这个投资回报 也没有人投资 嗯 在这投资吧 资源头呢 都是长线 嗯 但是根据历史上来讲呢 长线的回报呢 就是你要买美国的指数 加上百分之一百分之 平均啊 一百分之十的回报 确实还是有 嗯 但是不能乱来 嗯 投资金啊 嗯 美国的指数资金 它有百分之十的回报 再就很高了 对吧 这个是 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就是百分之十的回报 如果百分之三十呢 那就三倍了 所以呢 我当时开始研究这个资金呢 我第一年我就赚了百分之三十多 我说这个生意太好了 钱呢 在自治账上 对吧 就在自治账上 对吧 然后呢 买高卖高 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想买想买 想买不想买 随时可以听 对吧 对 这简直是太好了 我说后来我就 我说这不就是 做什么生意不是赚钱吗 对 那我就做这个生意算了 我就开始就 我就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生意来做了 对 不是怎么样 对 所以呢 就我就开始来研究这个资金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什么经验啊 嗯 我就知道买 我也不懂 我就知道涨了卖 掉了就买 因为平时呢 就涨了 掉了又涨 这不等于没涨没掉嘛 对不对 嗯 所以本身实际回报 所以我每次涨了就卖 掉了就买进去以后 这一年一折腾一下 里面三十多回报 嗯 那我说我让我来帮人家管 因为 谁都不知道有这个 每个人都是放在那里不动啊 嗯 因为银行人告诉你 就不要动 就是长线投资 嗯 我说 我说那涨了又涨了 涨了又涨了 不是白搞了 所以我说不行 我来学生一定要 涨了就卖掉 掉了就买进去 这一论以后 后来我就 给朋友说 我说我 可以做到百分之三十回报 知晓啊 嗯 他说你催一把 你大陆来的人刚来没几天 又没有基础 又没有经验 你怎么能做到百分之三十 不相信的吧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每天就是看股市 我后来就专门研究以后 我就说这个涨了 这个涨了 他们就说得他烦了 他说你 那你就试试吧 他就 他说他这个账上有 他有很多账号 嗯 他说我有个账号 有两千块钱 你试试吧 哎 我第一次就搞到 有两千块钱的客户了 对吧 嗯 还有个朋友也是 他说我那个东西投了 投了半天 放了投了一年了 亏了百分之十 我说我帮你弄 弄回来啊 百分之十 我三个月可以帮你够 就是把你的亏损给我 帮回来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 骗不了你啊 你的钱在你那里 我也不拉你一分钱 一不赚钱 一不输费 对吧 你随时不好 你可以不要了 那那就试试吧 两个人 一个是王六郎的 原先大学的校友 就是上海超大的一个 现在在王家银行 当那个 这个 资金经理啊 不是资金经理 当 搞风险管理的这个经理 另外一个是 加拿大的 台湾人办的一个 最大的华文餐馆的老板 他的老婆是我的同事 他就放了两个人 每个人放了两千块钱 我的反正自己也是好玩的 对不对 我也不指望这个收钱嘛 所以呢 我看看这个声音还可以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 三个月以后 那个人亏了百分之十的钱回来了 然后呢 这个没亏的两千块钱 又赚了百分之十 你知道吗 后来 他就这个 他说你这个还不错啊 三 对啊 你说的 你输的 挺好的 对 他就 两个人都把钱就 使劲就 让我管 把这个账号也给我 那个钱 对 这个账号也给你 那个账号也给你 就授权啊 因为我们叫 就是说 授权错注 但是钱是不能拉 拉走账 对吧 在他的银行账号 给他授权 然后呢 我就把他弄 我一开始两个人 到年底的时候 我就一百多个客户 然后呢 资金成四千块 就变成四百万 这个人数和资金呀 都在 增长 怎么倍增长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增速非常大 非常快啊 你说资金一下子 一千倍啊 我一下子想的话 这个我就这个事情 我不就成首富了吗 我不是成为 富翁了 对 对 你想想 四千块到四百万 第二年成四百万 那你成一千你说一多 带你许许多多的人 一起资金 那就变成四个亿了 对 然后再一年 变成四十个亿了 或者 不是四个亿 再成一千 不是 对 都多少了 那就是 当然了 这个是理论上的事情 好几步讲嘛 第一年 做完了以后 银行就 发现 你这个不行的 这个 互惠基金 是长线投资 你的每一个金制 他都会跟你这么说的 因为金制 他把你介绍进去以后 他就收了钱了 你把钱拿走了 他就收不到了 你找了超越超去 也没用了 对他也没有好去 所以呢 这这 这固定面 都是利益关系的 然后呢 那银行里面 就不让我弄了 开始在TD Bank 后来呢 我就找子他的营 这和半个盟俊 半个盟俊 说我们这没问题 可以随便弄啊 然后我一弄到以后 好 他们这里有个叫 监管部门 对 他说 互惠基金 从来没有人这么弄过来 怎么有人 每天都 这个动来动去 他说这个不是很危险吗 其实是最安全的 我涨了我就 弄掉了 掉了我就买进去了 你说还有什么风险呢 其实最安全的 我说付费没问题啊 本来给你啊 客户一下子全来了 银行里面那个经理 很高兴啊 业绩很好 他们也提爬了 然后我就 没几个月以后 那个银行也不让我了 那这个不就是 这个梦想就 破灭了吗 对吧 完美的计划就没了嘛 然后我就 开始去找 有地方愿意接受我们来 然后我就找到一个 小的 这个 证券公司的老板 证券公司老板一听我 说能够赚 30%以上 那你到我这来啊 他那个就是跟银行里面 就是 就是 有协议就是说 这银行的这个 这个资源他可以用 就是说收费来 它是收手术费的 但是每次交易 就是要手术费 他呢 本来是一般 每次交易是说 75块钱手术费 买地来75 卖出去 卖出去也是75 不管你多少 但是 但正负就是150 对正负就150 他给我那便宜点 就是我给你 25 很便宜啊 那少了这么多 对 少了这么多 已经算是比较便宜 但是每次交易 交易量大呀 交易量大的 然后你加起来 我刚才讲了 手术费 一年都要百分之几十啊 嗯 因为你知道吗 那 因为它是按 你平凡交易 你平凡交易的时候 手术费就 总体 总数 对 它一扣扣扣扣 但是你平凡交易 你每天都要交几十 就 每天 每天是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给了 嗯 你一年加起来 一个账号才一两万块钱 手术费就 所以你赚的钱 全部是就手术费了 嗯 就是帮它搞 命运 打工 所以搞半天又没有什么业绩 大家都都没人来了 因为投资人都很聪明嘛 他说他要 他要见竞章 他要见 有结果嘛 对吧 对 就没有结果 那就麻烦了 我就 我就是从来以后就 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是一直有信心的 嗯 嗯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要审手术费 第二呢 操作不能贫乏 嗯 只要做到这两点 其实还是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 啊 对不对 但现在的条件比原来好多了 嗯 嗯 连些的时候银行 你要一代银行不让你弄 你就没办法弄了 对吧 现在的手术费也大幅度下降了 嗯 现在做ETF基金 慢慢就 就不用费用 还拼命让你去交易 嗯 还免费 免用金的就有 嗯 所以这个 现在的条件已经 好很多了 嗯 所以呢 我就开始了 但是呢 刚才讲了 从 证券会 啊不 从证券公司做 没好的业职 后来 搞半天呢 我就好几年就没生意 嗯 啊 刚才 讲了 是犯的问题 又不是工作 因为是要按照业职才能 有人来的 嗯 要有回报才能收钱的 因为我呢是一直是 不赚钱不收费 你随时来随时 就可以走 对吧 嗯 资金呢 在自治 这个银行里面 所以这符合大陆人的 这个 要求 跟 想法 嗯 对吧 对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讲到这里 先听一下啊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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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